马来西亚总理上门找后帐一代一路签约方式成苦果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2018年8月1日在马来西亚的普特拉贾亚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马来西亚年迈总理马哈蒂尔 8月17日将开始访问中国大陆 外界普遍关注马哈蒂尔要取消于中国一代一路合作项目有关专家指出 同腐败严重政府打交道 中国很可能同流合污也会深受其害 上门退货就是一颗苦果 上门退货93岁的马来西亚新总理马哈蒂尔 应中共总理李克强邀请 预计星期五首先抵达中国之行 第一站杭州而后将在北京会晤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报道说接见马哈蒂尔 可能是习近平所谓北戴河会议后首次公开露面 可见中方对马哈蒂尔的重视大量报道显示 马哈蒂尔打算取消中国在马来西亚成建的数十亿基础设施项目 其中包括能源管道以及连接马来西亚半岛东部的铁路项目 这两项工程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指标项目 印度快报星期五说 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被控当证实 为求利用中方资金支付腐败而造成的亏恐 同中国桃草签署了上述项目协议 不必焦虑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 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问题肯定是他访问的重点 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也曾访问 杭州在一带一路项目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马哈蒂尔上台 是以反对纳吉布的各种政策著称的其中 也包括中国在马来西亚的过度投资 我个人感觉他不会推翻所有的项目 新华社援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玉主的话说 对于中马关系未来走向 不必过于担心 不应为一两个项目过分焦虑 而应向前看 马来西亚新政府当前一些表态或举动 与该国内部政治因素密切相关火眼 报告路透社近日报道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 FIRE Incorporated 说马来西亚重审 与中国一带 一路有关重大项目之际 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可能将触角身向马来西亚一些企业 以及政府机构 试图获取有关一带 一路项目和协议的情报 在东南亚地区的网络间谍活动加剧 报道说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中共外交部则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骇客行动 趁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捍卫者 主张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共同面对网络安全威胁 并说中马合作出现的问题 应该通过友好对话 适当解决 中马经济和贸易合作发展势头 很积极同流合污 马来西亚新总理此次中国上门找后仗 暴露了中国一带一路的签约弱点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尼勒雄 对美国之音说 与法治不健全的国家打交道 同流合污 似乎不可避免 他说 如果倒不发达国家法治不健全 或者贪污腐败成为他们的常态 怎么办 中国也在往外去到欧洲就不会腐败 但是到巴基斯坦谢里夫那里啊 还有中亚那些国家一踏糊涂没钱办不了似的 那怎么办 主要的关节 主要的部门 要打通 要打电而打电的话 人家说 你的这个手段不符合正规被抓短处不过 尼勒雄同时指出 中国的弱点正在被利用 关键是什么呢 美国和西方 从整个遏制中国的全面战略出发 所以就抓住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短处 中国也倒霉 此次作为反对和遏制你的理由 收拾摊子尼勒雄 提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 中法治和道德问题 陈高则表示 中国处理与马来西亚合同矛盾的善后将具有现实意义 马来西亚出现的波折很具有代表性 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除马来西亚外 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出现一些反对的声音可能都会有一些反弹 我觉得马哈蒂尔访问中国大陆非常值得关注 看他跟中国最后达成的具体妥协是什么 这对其他国家跟中国重新商谈 这些一带一路项目 具有指标性寓意 有评论说 国家上门找后账 跟个人商业活动 一样商家的售后服务有时免费有时也要收费 马来西亚毁约要交违约金 这里没有不损失的 波折 波折 波折